在新疆温宿县有一个名叫科科牙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滩戈壁 常年风沙肆虐 当地干部群众从阿克苏河饮水修渠 启动了科科牙绿化工程 如今这片戈壁荒滩 已经成为了新疆南疆产量最高的林果业产区 这段时间也正是科科牙苹果熟了的时候 总台记者也来到了果园里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现在就是置身于新疆温宿县科科牙的百万亩果园 大家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我身后 果树上一颗颗红通通的苹果 已经迎来了今年的丰收季 那么阿克苏是我国重要的优质苹果的产区 我给大家看看 刚刚摘下来的这样一颗红通通的苹果 它的含糖量非常的高 我们刚才测了一下 它的含糖量能够超过20%以上 由于科科牙所在的阿克苏地区 仅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所以这里的苹果在生长关键期的夏季 每天可以享受到长达15个小时以上的日光浴 另外这里灌溉水源引自阿克苏和原流的天山山区的水源 水质非常的好 污染纯天然 大家可以看到果树上方覆盖的网是为了防止有可能发生的冰雹灾害而特别制作的防护网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到地面铺满了反光条 您能猜到这是做什么的吗 其实这是为了将阳光反射到苹果的底部 让整颗的苹果都能够照射到阳光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所以说这里种植的苹果从开花到结果收获 全程都实现了科学化 精细化的种植 如今科科牙经过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双手 辛勤努力已经成为了新疆南疆最大的邻果产区之一 这里种植着包括了我刚才介绍的苹果 还有红枣 核桃 香梨等果树 足足有一百多万亩 将曾经的戈壁荒滩变成了果香四溢的大果园 这次来到科科牙红旗坡的苹果分收现场 当地的果农 为了告诉我科科牙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是专门准备了两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不同种类的两箱泥土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箱泥土呀 取自科科牙现在还保存的有一个叫原始地貌区的泥土 那么这个土呢就跟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各族干部群众刚开始要改造的这片地方的土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土的表面呢 是这样结成硬块的一层土壳 然后里面呢完全是非常干燥的沙土 而且各类的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这项土就不一样 这项土取自就是我身后的这片果园 大家来看这个土 摸上去就非常潮湿啊 而且这里面我看到有非常多的这样的非常细小的根系 经过改造以后呢 曾经这样的荒漠化戈壁上的这种干土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肥沃的土壤 现在整个科科牙的百万亩林果基地 也成为了新疆林果业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 那么经过不断地改造科科牙绿化工程 从最开始的以生态效益为主 现在已经走上了既有生态效益 又有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021年科科牙林果业的产值突破了8.5亿元 近日江西赣州市新国县的六十多万亩油茶 喜货丰收 油茶林里到处都是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 走进新国县龙平乡万亩有机油茶基地 放眼望去成片的油茶树枝繁叶茂 树上挂满了一颗颗成熟的油茶果 村民们跨着猪楼穿梭在绿树丛中 咸熟地把油茶鲜果从树上采摘下来 大宫多了 我在这里摘可以现在摘到十一月份 现在一天有75块钱一天 我在这里摘可以赚到五千多块钱 我很高兴 这里又可以照顾家里 又可以在这里赚点钱 为延伸产业链提高收益 当地还投资建设了茶油加工厂 可日烘干鲜果20吨 日产油1吨 目前新国县油茶种植面积达65万余亩 带动八千多名群众增收致富 增加鲜果20吨 价格20吨